肖灾寺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相传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乱时 在此祈福肖灾得以灵验 根据肖灾寺官网的简介 近年来顺民众之愿 据社会之力 古差得以重修 而且广场上全国唯一动感赐福观音 十二生教观音 二十四大卑手等佛教人文景观 气势辉煌 畏为壮观 不过肖灾寺共四十五尊度天造像 现在在中共当局的整治下全部被拆除 门楼上的肖灾寺也被更名为古凤州 寒冬杂志引述肖灾寺景区工作人员的话说 去年8月9号 当局以山体松洞为由 突然关闭肖灾寺景区 不让民众前来进乡 8月13号 在当地警察和政府官员坐镇下 造价900万元人民币的升降式低水观音像被拆除 一周后 低水观音像的底座和广场两侧的十二生肖观音像 以及二十四大卑手被拆除 肖灾寺半山腰 造价约二百多万元人民币的十二元绝观音像 也陆续被拆毁 为什么要拆呢 报道引述当地一名村干部的话说 这是一场政治运动 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全要拆 如果佛像不拆 人们都去烧香敬佛 那就没人性共产党了 当局的拆除行动十分保密 几乎都在深夜进行 晚上还有鹤枪实弹的特警巡逻 肖灾寺的遭遇并不仅仅是全国新一波灭佛运动中的个例 去年五月 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会 声称为了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 要整治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近两年来 全国各旅游景点 寺院甚至陵园 不断拆除大型露天佛像 例如去年三月 号称世界最大做佛的山西省长治市香园县的释迦牟尼桶像被拆毁 今年二月 河北省平山县 号称世界最大磨牙石刻观音像 被当局以爆破的方式摧毁 旅美式视频论员邢天行表示 中共建政后 通过文化大革命 已经割断了百姓的传统信仰 但目前只剩表面形式的信仰 仍然让中共恐慌 老百姓呢 即使他是不懂得了怎么去修佛呀 去敬佛 但是他在形式上可以看出来 他内心是期盼 有这个神佛来保护他的 但是这样的一点点的这个愿望呢 中共都是不允许他存在的 也就是这些佛像的存在 要迷失争夺了中共的这个群众 大家都知道他把所有西方宗教的东西 全部移出去了 他说我们不信养教 我们不会养结 那么现在的对自己民族上千年的信仰 他也是这么做的 在摧毁宗教造像的同时 中共正强行将宗教共产化 大陆各地教堂寺院里升起了国旗 唱起了国歌 挂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画像 国家宗教事务局也被并入中央统战部 他想传达一种意思 就是说在中共这个治理之下呢 中共才是最大的 任何的其他的佛像求助保护的呢 都没有中共大 人们可能认为他是无神论者啊 其实中共他本身并不是不相信神 通过毁灭宗教 从而达到把人与神隔断以后 他就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 把这个毒素撒向全人类 神的对立面吧 本来就是魔鬼 是吧 寒冬杂志还说 迫害宗教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的主要项目 政府人员迫害宗教稍有不利 就遭处罚或被降职停职或被罚款 在这儿就没有人类了 看法要是我们有钱 他们作为等待 他们不让他们找到 他们因此 跟四分之路 在最后